你没看错走下囚车的人就是柯文哲 穿着一样的深色外套长裤跟蓝白拖 但竟然离了一个大光头 乍看之下还正有点难认出来 这是他因为金华城案首度被北极站提训 也是炎压后第一次现身还顶着新造型 难不成是因为太热才把头发剃掉吗 但现在又不是夏天 自称最大颗黑的民进党立委王世坚 似乎心领神会 现在柯黄要驾崩了 那当然他还有很多事情必须交代 是不是透过剃光头也是一种交代 也说不定 要怎么交代剃光头 这你要很深的禅礼才会 对他家庭和谐有帮助 你说为了那个妖精吗 逆天妖精 好 止渴议会 其实看守所并不会强迫收容人剪头法 但收容人可以主动要求剃法 在统一安排时间由看守所人员负责来进行 过去常常有政治人物剃光头跟斩鸡头 可能都是为了宣誓跟自清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要再一次去诱发 支持者的不舍跟悲愤 其实早在十年前 柯文哲透露45岁时想剃光头出家 他来周刊发表一篇文章 回家的路太远 提到在医院办公室 急摸到发疯 想说干脆出家好了 跟父亲说却被回 那我盖一座庙给你 或许也能揣测这次剃头的心理状态 头发被称为三千烦恼司 柯文哲难道是想摆脱烦恼吗 TV的新闻领导书 他也报道